Jenny在近日举办的妈妈颁奖典礼上获得了四项大奖 所有她透过Webers发文 表达了对粉丝们的感谢知情 同时也预告了即将在明年发行个人专辑 以更好的舞台报答大家 让粉丝们兴奋不已 由于Jenny在2018年发表的首张个人单曲solo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前阵子释出的兴趣 再次很少各大音乐榜 因此粉丝们对她的新专辑都充满了期待 然先前曾有的消息指出 Blade Pinker完整体即将在2025年回归 因此Jenny的solo活动 引发部分粉丝的担忧 担心她的个人活动可能会影响到团体活动 自从Blade Pinker成员们宣布单费不解散后 四人专注于发展个人事业 已经许久没有合体演出 因此明年四人是否会以完整体回归 成为粉丝们最关注的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